好 来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 我们现在呢是到这个Jitra长老 那么这位Jitra也是在家局势 跟大家比较有关联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Jitra长老 他是像比库门勤法 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那这位Jitra本身 他是主要是善说法 特色是善与说法的局势来的 那么呢在上一堂课里面 就是Jitra相比库门勤法 那么呢是有提到戒分差别 这个戒分别上一堂课他有提到 他去勤法 那我们现在开始主要就是他问起 世间与我的邪见从何而生起 好来有请就是欲花读一读 另一次 另一次吉达问 对于世间与我的邪见从何生起 他请求解释佛陀在伟大 梵王经中教导的这个主题 自身比库再次不懂此事 并再次由伊西达达达回答 他说邪见一定是由圣见申请 吉达一课进一步问 圣间从何生起 伊西达达回答 为修圣法的义圣还夫 自我运实体为我或我所有 因此他持续在无常理空的现象 是松小形式上 制造自我的假象 吉达对此开示感到很高兴 并问伊西达达来自何处 从何盘迪的城镇来 伊西达达回答 吉达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这边问他是否知道哪里有个伊西达达 他过去常和他通信 向他解释佛法 并鼓励他出家 由于他不知道后来如何 因此想问这件事 他从未看过伊西达达 如今他极为欢喜地 得知他从前的比喻已经正得出家 且现在就坐在他的面前 他请求能有荣幸 并扶持他 伊西达达虽然敢想这个慷慨的提议 但乃拒绝他 并离开此地 永远未再回来 诸行述中并未解析 伊西达达忽然离开的动机 师父他比较喜欢隐姓埋名 如今身份已在 和吉达的谈话中被卸开 因此觉得不合适 再留在此地 他已达到哈罗汉国 关于他的其他资料 就只有和武运有关的一些 简短记 好好感谢同学 让我们笑话这一段 感谢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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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时间的作用是错误地认为刑犯是长的武器 嗯,对对对,有找到吗,同学 嗯,OK,对,有跟到啊 现在都应该习惯知道,哦,去哪里找回 因此就是呢,看到吗 错误为刑犯是长乐我境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是活在长乐我境当中 因此整个修行的道次第都是在破长乐我境的 来同学看看,回去看看这个摄理塔 这个摄理塔 长乐我境 在这个十六观之里面 基本上是一个相当威武的武器来的 我们找出这个摄理塔来 摄理塔里面有很多个名项的 我们同学看一下同学,你看啊,长乐我境 我们从四号开始,生涅之 生涅之到行舍之 同学你看啊,常见 你感觉看一看哪一个可以破常见的,你写下来 号码 然后,长乐乐,你看看哪一个是可以破坏得到乐的,写下来 我,你看看哪一个可以破坏得到我的,写下来 号码,然后呢,近,看哪一个可以破坏得到近的,写下来 好了,可以zong举手了,同学拼你感觉了,明字上的感觉了 好了,明字上的感觉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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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 感谢观看 让我们看一下 瑜伽师教练有提到两种事件 Lokka Vaya 一样是有情事件 它是Sattva Loka 或成为五应事件 但不包括植物 看到吗 同学 不包括植物 所以只是必须要有生命体 我们佛经在定义上还蛮清楚 因此同学留意 如果是加个Sattva 这个Sattva是指有情的意思 过去世间是Bajana Loka Bajana Loka就是我们这个气世间 外在世间 所以瑜伽师提论会这样分 有情世间跟气世间 所以瑜伽师提论经常说 世界一切为心所现 所以我们有时很困惑的 心变出来啊 外面的山河大地 都是我的心变出来的 那这样我要给它变不见可以吗 就变到解释有时有点困难 所以就这个缘故 我们讲一些东西为师所现 现在第一用大脑来解释 大脑出现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世界 这个就很好解了 另外一个解法他说 就跟禅定有关 因为进到生定 他会感觉上一切是由心变现出来 所以两种解法 两种我都觉得比较合理 不然的话就是老师说外加东西是心变主 我们的欲界这个心啊 当下的状态不logic 这样子 所以中学可以留意 瑜伽师提论有专门提到这两个 罗嘎 然后呢 华言经书也特别提到 看到吗 大铁上不离开众生世间 气世间 大使多伦也有提到 他的用词不同就是假明世间 国土世间 五蕴事间 他就把它再分类了 多一个假明世间 panyati 这个词假明 panyati是我们经常熟悉的 然后有提到世间跟出世间 这个我们大体上都理解了 这样子 就是 这个世间的部分 因为不 specific 他就不出来 所以一般上这里的世间 指的就是刑法世间来的 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他讲 世间与我 就是这个五蕴世间 和我的邪见从哪里起来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邪见的呢 然后呢 这个来自主要是Brahmajala Sutra 梵王经 同学这个梵王经 要跟这个瑜伽菩萨界的梵王经 别开 我们呢 在北传 应该是印度就有了 梵王经 都 有两个梵王经 一个菩萨界的来历 梵王经 Brahmajala 梵王经 看到吗 同学 梵王菩萨界 有时候会困扰 也是叫Brahmajala Sutra 这个应该是难传的 梵王经 菩萨界 大乘佛教 这个是跟菩萨界有关 这个呢 是十中四十八情来的 这个呢 就要把它别开 看一下先 找出那个reference 同学就会困扰 我们这边是南北传头学 看一下 他说这一个啊 梵王经 它是在大圣章律部 因为是米来亚的关系 是在律部 是我们菩萨界依据法本之一 所以呢 就是梵王菩萨界经了 他没有梵王 所以同学 记得如果是要分辨 他是不是菩萨界 他要加多个菩萨界去 否则你讲梵王经 很多人以为啊 就是呢 这个看到吗 巴黎三藏常不犯网经 统名 以为是这个统名 就会误会了的啦 这样子 然后他来讲 许多佛教学者认为啊 至今可能五世纪终于 汉地所造 这个呢 一些学者 他们都会有根有据啊 说可能啊 是在汉地造 不是在印度传胎 不过这些是很难有结论的 因为一般上啊 如果是啊 有许多佛教学者认为 是可能也会有学者认为不是的 他试跟不是都好 你要更具啊 就有proof 那么有proof 过后怎么样呢 同学就是看你自己喜欢 哈哈 这就是学术研究 你喜欢啊 你就认可 赞成的 不喜欢就用不赞成的 那么呢 你有心啊 希望啊 这个东西啊 把它推翻掉 你就尽量去找一些 哦 这是中国人创的 你看不信不过的 但是有些人是站在信仰的立场的话 他也不管哪里 就是看他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一些啊 同学你会经常会遇到 所以现在啊 学佛不困难 资料不难找 你如果抉择 那个就困难 因此这个抉择本身 你经教底越强 有历史越强 你的抉择 就会根据你的信向选择 啊 基本上啊 我们这边的宗旨是南北传合一 柔和南北传 所以我们会尽量啊 采取一个中间的一个想法 然后呢 寻找经论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的宗旨这样 我们的抉择就会这样啊 这东西你随时就会遇到这些讲法 说啊 这不仅不是印度人写 是中国人创的 或者说这个东西信不过之类 经常会有学者 这些wikipedia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不怕 就是你要可以辨别得到 这样子 好来 过后呢 这个梵文经我已经晓得了了 过他讲了 梵文经教导这主题 他说 至圣比丘还是不懂啊 就有这个 Issitata 就猜得出梵文明的 Issitata 他说 邪界一定是由申见升起 看到吗 申见 这个申见 基本上 他的梵文也是有点不大一样的 申见 申见 同学是是找一找 就是摄论有没有申见 这个词 同学是找一找看 申见 有吗 有吗 52星所有申见吗 答案是有还是没有 有没有啊 哎呀 你们没有背下来啊 答案是没有啊 对啊 我就是要test你们了 哦 如果有背下来的话 你就不用整天再翻查 因为以前我们是被 必要背下来 所以一下就知道是没有了 哦 所以这个啊 Check GDP帮你不到 一定要靠你自己背 哦 不然的话 你们整天都被师傅愚弄 啊 去翻了没有 看到吗哦 啊 所以同学 给他给他 给他背熟他才有个口诀的哦 东西你看 最一处收响是一进行 巡视洗浴 圣洁精进 啊 就这样子的方式 弄个口诀把它背熟他 这样的话 未来哦 啊 你自己要思维要检查才容易的哦 是需要到用到这些资料 像我们那天啊 我们去参观一个摄理展 啊 新周日报说这个人有痛灵的能力 是新周照等我 那他是有很多摄理子 摄理子是佛陀十大地子 五大地子 那我们要去交流嘛 我要去见识嘛 要去跟摄理子朝拜嘛 那么就要去问 所以你佛法一定要很稳 你才可以test到哦 这个人啊哦 才可以评估得到 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的 到底是 他是到什么的情况 啊 所以你的佛学是没有白学的 啊 在这种情况啊 就要可以判断的出一些东西出来了 好来我们再看 啊 我们打生剑 同学看到吗 很多日文出来 这应该生剑是 本身是个中古汉语啊 所以日本人呢也大量的文献 因此Google啊就搜寻到这些 而是吗 原证 这个生剑 我觉得不见得是中古汉语 为什么Google会把很多日本的找出来 什么缘故啊 那Google怎么会test到啊 日文的文献的啊 怎么trigger出来的原证啊 是不是我不知道 啊 不会啊 是哦 嗯 就好像啊 每个法师会抓鬼这样 每个啊 跟电脑有个好像都会 都了解Google这样 哈哈哈 这样子啊 不过有时候 有时是中古汉语的关系 会trick trick到他啊 全部跑出来 这个生剑基本上啊 在佛教其实啊 应该我要打wiki wiki 它才会specific出来 那有了 同学生剑是sakiyatiti来的 先要写下泛文巴黎文同学 sakiyatiti 巴黎文sakiyatiti 生剑 这个生剑呢 基本上来讲啊 因为它这个definition 又回到来生剑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剑 其实在佛教啊 尤其是唯识学这些都会相当重视的 你看一下同学 你看 五剑十随眠之意 这种随眠的用词 这些南川北川都有用 他说 寒色五蕴组成身体之意 同学看到吗 这种啊 生剑啊 它好像有点像在绕圈子 看到吗 世间跟我 然后又跟生剑有关 过呢 又我我所 有点在绕 其实这名相啊 定义还差不多 就是sakiyatiti 看到吗 同学啊 生剑 或者我们称为 撒迦也剑 所以他说 五蕴组成啊 生起 这个是我来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生剑来的 如果他这样写的话 有点值得啊 再去看一看 一般是阿比达玛宗师 就是啊 这个也会宗师的 就是这个啊 阿比达玛宗师啊 多数啊 和唯师学也会宗师 因为唯师学啊 跟这个阿比达玛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啊 看一下啊 又有生剑 那这里呢 sakiyatiti看到吗 sakiyatiti 唯一切有不所利 看到吗 是有不安利 那阿比达玛也是有啦 所以他讲 意义作为虚为生剑 所以他加个虚为哦 还蛮好理解的 或者是坏生剑 这个生剑会破坏的 或者是移转生剑 它会啊 也是渐渐被破坏这样子 所以他讲啊 既认为啊 身为五蕴之集合 而五蕴之法体实有 故缘五曲蕴 我们为什么叫五曲蕴啊 因为啊我们认为五蕴之法是实体的 这样子看到吗 所以他讲 而执着于我 及我所为实有等之妄见 称为有生剑 认为我跟我所有啊 这些认为他是实在的 所以称为生剑 看到吗 同学解来解去也好像都差不多一样 所以这个啊 其实是有点团团转的 sakiyatiti 所以他讲 邪剑就又从哪里 从生剑而生起 然后他讲啊 进一步的生剑又哪里而来 他说啊 我们还没有修到 我们还没有修正果的凡夫啊 执着五蕴实体为我与我所 认为五蕴是实体 就像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认为是实在的 然后你看他像 他持续啊 在无常与苦的现象 制造自我的假象 哇同学非常的棒 嗯 他几个关键 一个是持续 我们是没有 我们是continuously 然后第二呢 是什么 就是啊 在无常无法的现象 不断制造那个假象 他不断让我们产生假象 所以就这个缘故 在阿比达玛里面 是论里面 就是诸事书里面 就提到的说 基本上来讲 他破除啊 这个五蕴 是几个方式来破除这个概念 一个就是从三个相续 第一个呢就是连续相续 先破除那个连续相续 过后呢 再破除这个最集合的相续 相续是compatness的意思 到最后呢 再破除的作用相续 哇是非常的棒 所以基本上啊 佛教很厉害 他基本上他知道啊 通常啊 我们啊这个假象是连续的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连续相 先把它破掉它先 所以呢 就是把这个相续先把它破掉 过后呢 就是啊 聚合也把它破掉 破完再破它里面 这来自主要智慧之光 我给大家写一写 看看先啊 那个名像啊 就是他的道次纪智智慧提到的 就是在智慧之光里面提到 智慧之光 OK 破除 对不对 破除 破除秘籍 对 相续秘籍 然后呢 就是组合秘籍 组合啊 组合秘籍 然后呢 作用秘籍 同学就是这三个 是非常高招 破除相续秘籍 组合秘籍跟作用秘籍 同学也可以旁边写一下 一般上呢 因为它相续的关系 所以呢 通常看到吗 修官先破相续 让那个相续性不产生 而这边的语文他说 我们不断的持续啊 把假象啊 不断的当作是真实 所以呢 在修官直接破这个相续 是非常厉害的 完全是吻合啊 活化的 那破了相续之后是 那每一个星跟星所或者是设法 它是一堆东西组成的 这我们大家知道嘛 明法设法都是一堆星星所组合 所以要破掉它的combination 因为它是密集 密集英文用compactness 因为我们的感觉整个是密集的 因为啊 我们在无常的缘故 感觉无名的缘故 感觉一切是compact的 唯有在明的状态 才会看到一切都是无常 看到是种种因缘和合 否则我们是感觉都是密集 compactness 因此呢 第二个呢 相续破掉 再破它的组合密集 组合密集里面 就看到星里面 也有很多星所 设法里面有啊 有18种设法在里面 就可以破掉它 那破掉之后呢 每一个星所都有它的作用的 因为呢 一个星啊 它可以有一个认识的作用 里面就是有啊 作为初速想使一金星 熏食星 使于圣洁精心 全部的组合combine起来 而产生一个超强的 新的功能的 所以要把全部的作用把它分解开 所以呢大体上啊 通过啊 修观这三个高招 就可以把一个 一个持续性的假象 就可以把它破掉 让这无常谷展现出来 所以我讲啊 佛教的毗波神那观 是的确实比yoga跟道教 还要高明 从这边来看 没得顶 不过啊 那个啊 他们原始圣灵派啊 又显着一些啊 啊韩晶明像找不到 噢到时候我们不承认这一些啊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其实有时候啊 你这个东西 又不要那个东西 不要 啊韩晶没有几条东西可以做的 你知道吗 啊就是这样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啊 虽然是主食的东西 这些一听知道是高明 我们都是会采用了 好来啊 同学看到吗 这三个秘籍啊 就是用来对着这个 看到吗 持续的假象就可以了 那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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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破掉啊 就可以把这个假象冲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基本上啊 这一边啊 可以说是阿韩经 很多啊 就是那个 砸阿韩里面 或者是香蕴部里面的精髓 都是这一些 这东西啊 像啊你们如果得空啊 你想看阿韩经 你看这阿韩经 基本上对你们来说是烧烧水 等等 阿弥达玛如果你handle得到 好像刚刚讲那些 你翻就很容易 刚刚我讲那些东西 你翻是不是觉得一点都不难 举手一下 是不是一下就翻到 一下就翻到 是吗 啊一花个举手 其他人呢 都有翻到对不对 一讲心手啊就翻得出 东西一般上 你这个翻来翻去很容易哦 阿韩经不难了 真的没有骗你的哦 所以他的解读啊 我们都用阿弥达玛来做解读 缅甸佛教都是这样 好啊 所以这个拍完了 过后呢 就是下面一些比较 那么的谈话哦 他说啊 他就问起这个 Issitata哪里来 他说来自Avanti Avanti 这个城镇呢 在印度蛮出名的 Avanti Avanti 没有哦 Avanti全部出来 凡是马来西亚的哦 看一下哦 India Av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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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 已经打烊了 哎呦 OK哦 Avanti Frozen Food 全部不对 怎么把这种Frozen Food 其实Avanti啊 这历史是一个很出名的城镇来的 我很有印象哦 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哦 这个城镇呢哦 在历史上是重要的 我记得Avanti哦 一下啊同学哦 我找找先 我记得我这个历史的Frozen有在这一边 印度佛教室哦 有记得Avanti这个地方哦 Avanti哦 OK算了 就不去追究了哦 因为他没有 我的Frozen不在这一边 好来给我们再看一下哦 然后啊 他说城镇哪里来哦 然后这边提到他说啊 他们呢 极为欢喜地得知以前的必有哦 为什么我会画必有呢 同学你们思考一下 为什么师父会在必有这一边 会特别画起来呢 什么缘故 Yordine你认为呢 为什么师父会无端端在必有这边 会 highlight他啊 什么原因啊 你认为 没有见过吧 哈什么 没有见过面 哈不是啊 我怀疑当时可能没有文字啊 哎呀 从必有跑出来 因为啊 一般上我们看这种文字的记载来历 文字的来历大概是在Sri Lanka时候 一个公园啊 其实有文字 我记得啊 就是啊 公元前二世纪还没有文字的 然后呢 文字的记载出现了 应该啊 都是在 看这些嘛 我们这边是有 这个教室的成立 文字啊 成立 因为要一定要文字成立过才 才可以有必有的存在 因为啊我看他的历史啊 这些还蛮早期啊 所以我有点怀疑啊 这个必有啊 到底啊 是信不信得过啊 这个时候谈这个必有啊 那我们看一下啊 教室列转成立 公元前二世纪还没 他们呢 书写啊 各位看到吗 公元前八十九 书写巴历三藏才开始出现 公元前八世纪 所以呢 文字还蛮早啊 就耶稣诞生之前啊 已经有文字书写了 看到吗 书写巴历三藏 即注释于贝业经 这时候已经开始有书写 还蛮早期下 所以呢 如果是说他这个必有啊 应该是可以啊 推锁到蛮早期了 这样子 所以一般上有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的疑虑 一系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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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佛陀时代 看到吗 请求佛陀再解释 那如果是请求佛陀再解释 同学你看一下 佛陀是bc 五十四路密 看到吗 所以呢 佛陀这年代还没那么快啊 有文字 公元前八十九才有文字 所以为什么我会怀疑就是这样了 看到吗 他把佛陀拉进来 佛陀路密是五十四 那么佛陀路密是更早去前面 那里有文字 对不对 来我确认一下 就是啊 佛教啊 大概多早有文字 佛教啊 文字 什么年代出现了 几时出现了 几时出现了 哈 佛教历史 看一下哈 佛教出现文字哈 文字记录 第一次结集哈 全凭这些人分裂 我看一下哈 应该是这一个哈 这个网易应该是新德国 我们看一看哈 OK哈 再是五百年前 哦 那时古印度虽然有文字 但是基督文字五花八门哈 好 姑且看一看哈 然后呢 原始第一次结集哈 第一次结集哈 第一次结集还是以背诵的哈 我们再看一下哈 然后呢 就是接着下来 富隆呢 没有谈更多的了 这些可能 他也不是很新德国这类型这样 好 就是 那 就是 Sri Lanka佛教 应该是 西兰佛教 就是会比较 有提到 西兰佛教 文字 西兰文字 我看一下 Sri Lanka 测同别部 我记起来了 他最早的文字啊 不是巴黎文是 Gandari Gandari Gandari的文字啊 更早出现了 是在哪里 西兰更早有出现 看一下哈 西兰佛教 西兰佛教 然后文字 西兰文字 西兰文字 巴黎语简介 然后呢 巴黎文起源 上不清楚哈 巴黎文 然后Brahma script 看到吗同学 Karostin script 我们可以见识一下同学 这是Brahmi script 梵魂文字 这些是这样 我们梦都没有梦过 Karosti script 天成文字 这个我很喜欢 Bewa Megari script 天成题 光是名字 天成 我就很喜欢 同学 你们知道吗 其实啊 我们的六月天上 都去每一层天 都有梵文牌坊 显示它的文 我也是听来了 这种东西很难证实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不小心 跑到天界 你可以问那边的人 这里是哪里来的 它其实是有个牌 而且用梵文来显示 它是哪里 所以呢 我从天成体这边 让我想象到这个了 而过呢 Singhalis 同学啊 佛教啊 南村佛教啊 基本上 传到去Sri Lanka 过呢 就是以Singhalis 这种文字 展现出来了 Singhalis 所以呢 现在的南村啊 缅甸泰国佛教 他们原来的巴黎文啊 的佛经啊 都是从Singhalis过去的 看到吗 然后呢 到了缅甸 有缅甸的文字 全部圆圆的 看到吗 所以缅甸文是这样子的 这样 然后呢 到了泰国啊 泰国用他们的文字 来展示巴黎文 它的样子是这样的 然后呢 辽国的佛教也新生 所以辽国的文字就是这样 老朵 高明就柬埔寨 我们佛教曾经在那边 发达过 像那个啊 就是安国瓦 就在 就是在柬埔寨 所以当时的佛教人 可能用的是这样的体型 罗马话就是我们啊 大家熟悉的了 句子发音等等之类 没有 他没有提到他的来历之类 这样 好啊 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理他了 只是一个怀疑了 好 顾问呢 这边就开始提到啊 他有提到啊 就有和五蕴有关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寄送 啊 于行有关的 这个也是啊 和习近有关系到的 好来接下来啊 有请就是 丽云读一读 于行有关的抽象问题 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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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看领路啊 可以可以可以 对哦 以行 以行有关的抽象问题 第三个场合 吉达市发问者 由加摩佛比库回答 吉达提出三种形 以及 以行灭有关的至少有十亿个抽象问题 这些和静世纽 维莎卡 问达摩提纳比库尼的问题一样 阿斯夫下一页 比库们向吉达问法 可爱是 舒服六根一六镜的结 吉达的第一次谈话 建议回答一些 资深笔库所提出的问题 他们在结束用餐后 一起坐在试验走道 讨论细波 西服或 意为解 以管感官所言的无见是否相同的问题 有些人说他们相同 有些人自说不同 吉达 恰巧在场交入他们 当收要评论时 他说在他的见解中 两者在明相 或意义上都是不同的 就如两只牛 白牛不是黑牛的 细腹 黑牛也不是白牛的 细腹 但两只牛都被同一条绳子或 而带所细腹 因此六根没有力量 束缚 束缚外 束缚外 束缚外径 而外径也没有力量 束缚六根 但他们都收到可爱的牵制 比护门很高兴 这位佛邪在加地址的回答 并说吉达一定拥有 洞见佛陀深奥教法的慧眼 相同的比喻也被 沙利指于阿兰达 用在其他两个不同的场合 他的确的含义 佛陀曾做过清楚的解释 他说六根以六境 都是被束缚的事物 而可爱或贪欲 才是束缚他们的结 这是个思维的重点 如此才能避免 无微地对抗 外六境以内六根 因为束缚我们的 是内在的欲移贪 而非六根以六境 比喻巧妙的 将黑色用于六类处 因为主题是不明的 而将白色用于六外处 因为部件是明显的 好 感谢大家 推进我们下滑这两段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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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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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同学看一下 这一边呢 开始去到第二个课题 那么呢 就是这个提到三种形 Sangara 这一边呢 这个Sangara形 其实是有好几个解释 来 我们可以就稍微做解释 同学名项 那同学是回忆一下看 我们讲刑法事件 有形这出现 同学 哪里还有形呢 你会经常看到 静怡 哪里你还看得到形这个词呢 对 愿与无名行生起 对不对 五蕴又有一个形 还有哪里又有一个形呢 四明 哪里还有形呢 愿眉你的光啊 没有照到你啊 现在你只跟着黑黑的愿眉 四明 五字带头的 五字带头的 五蕴里面 有没有形在里面 四明 你麦克风失败了 五蕴里面也有形 看到吗 所以呢 行字经常会出现 五蕴里面色素想行是行 然后呢 愿与无名行生起 又有行 然后现在又五蕴里面的刑法事件 所以这一些词啊 一定要把它辨识得到 这样的话 学佛法才不会蒙茶茶 那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谈到这个行的时候啊 它是有做出辨识的 它讲提到三种行 刚刚三种行 我们已经举出来了了 一行七八行 行这边 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展示 让我们看一下 行 佛教 行运 来看一下 同学这边就有了 佛教里面行运 OK 就是桑卡拉 十二英元也是有行 五蕴也有 刚刚提的 这些都是跟行有关 那么呢 行啊 卡玛也是分为行 同学我们就以这个为主了 Sankara 有为 就是行运 十二英元第二支 五蕴之一 我们就以这个为主了 Focus在这个部分 三种行运 这样子 大概知道就行了 这个五蕴里面的行运呢 基本上啊 行运啊 就是扣掉那个 就是受运跟享运 其他全部都是行运来的 然后呢 十二英元的行运就跟业有关 造成运回的业 然后呢 这个Sankara 有为啊 就是应运和合的 生灭发来的 好 然后过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的问题啊 主要蛮有意思 他们主要讨论一个课题就是 到底啊 我们眼睛 眼睛看到这个被子 那我爱上了这个被子 那么呢 到底是这个被子 绑着我的眼睛 还是我的眼睛 绑着这个被子 然后他们说 大案都不是 是可爱跟贪心所 来绑着 来同学 查一查 贪心所或者可爱 是 阿比达玛 第几号 然后简单谈谈 它的向外现起之处 同学把它找出来 他把可爱跟贪心所 归纳同一个 他说贪心所才是重点来的 这是没有愚弄同学 真的有贪 对不对 或者我们讲可爱 因为有时候可爱里面也是有的 也是有用到这个心所 找到可以开卖 会到同学了 可爱 看清所 作用是年终目标 对 你就容易记了 作用年终目标 或者是说 认为 下位现起 同学 他的主处 认为什么 束缚之法有乐位 对不对 这个更棒 同学 这个你要画下重点 认为导致束缚之法有乐位 明明东西绑着你 偏偏你就喜欢它 同学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定义 你把它画下 所以他讲 这段文他说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我们的眼睛 看到外在东西 我会喜欢外境 关键不是外面绑我们 也不是我们绑他 而是我们的 可爱 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大体上来讲 按照科学来讲 基本上现在科学非常的发达 让我们看一看 大体上 碳心锁的出现 已经大概知道是大脑的多巴胺作祟 因此 同学 当时的人 其实还是蛮厉害的 同学 我们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眼睛 他的问题 他说 我们眼睛 然后这个颜色盘 就在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眼镜室那边反映出来 那眼镜室过后 再进一步就在夜门那边反映出来 所以他的问题就是说 贪欲的升起 到底是这一个外境的东西 还是是我们的根门的产生 他们很厉害 到最后结论 他说一个贪欲的关系 那贪欲基本上来讲 大脑 对他产生贪欲的话 我看一下 大脑 质默的 质 molecular oder 他是质独 质怦什么 他 他 グリッ a causes person to be greedy 看一下 emotional drama 我要他大脑的部分 我们的大脑里面有几个原始的部分 而产生贪欲的 我们具体一点 which part of the brain cause greedy which part of the brain cause greedy 看一下 ok morphological function creator prefrontal cortex 来同学是跟 prefrontal cortex 前耳叶 是在前耳叶这边 这个是我们很熟悉 prefrontal cortex 中文叫前耳叶 那就前面这里看到了 prefrontal cortex 我们蛮多功能也是 有prefrontal cortex 前耳叶非常重要 所以佛经里面所讲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异门这边出现了影像之后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大脑前耳叶这边 跟这边是通过neuron连贯 而且非常的快速 那马上对它就产生执着 这做过后呢 就沉在我们讲 阿赖鱼室里面 可能就是里面的海马回 和阿米达拉一带 它就沉下来了 那information就implant 在里面这一边 所以佛经讲 真正的问题 是在我们的谈语 就prefrontal cortex里面 无时以来的夜袭而产生 所以关键是在这边 因此我们不需要去对抗 这个外境 也不需要去过度遮挡你的眼灯 重点是在我们大脑的 prefrontal cortex 但是我们不能够 都把prefrontal cortex移除的 因为这一个 基本上是高等生物 就跟这个有关 我记得其实他们 也是蛮多讲法 其实大脑我们里面 生成有个比较原始欲望的驱动 包括很多爬虫类都有的 那个park也是造成贪欲 所以在科学界里面 也是莫充一世 也是很多讲法 因此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移除的 我们都有这个park 但这个贪欲是以生俱来 所以唯有通过禅修 所以禅定的指观就厉害 禅定禅像出现的时候 它的禅像可以占据 整个prefrontal cortex 然后势头压草 它就不会生气了 所以这个还是佛教比较厉害 我是觉得那么多东西 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好来跟我们再看一看同学 因此按照这一边 我们会来看我们的原文 原文他就讲了 大体上来讲 他说 这个我们称为 叫做结系符 同学这个结 就是Sam Yojana 来的 在佛教名乡里面称为结 佛教 Sam Yojana 对Sam Yojana 就是可以写下来 或者是中文 你可以用中文 结就所谓的结石或者结禅 结禅是阿比达尔玛里面所用 你看 内心意识中潜在的烦恼 所以 这种应该是大脑深层里面 应该就是海马回阿比达尔玛里面 深层里面的 这一个让我们无时以来 不断进行轮回 这个结 内心意识 这个阿 他是那个拍媒 是师父尝试 去把大脑的部分讲出来 这样 让它具体化 所以他讲 这个结本身 你感官所用的问题 他们当时进行讨论 所以他有讲 可爱才是真正的缘故 因此他们说 Chitra 你很有慧眼 同学这个慧眼 是真的有根据的 慧眼 一般上能够 可以 看得到 这无言之意 慧眼佛教 基本上 慧眼 眼是Jaku的意思 慧应该是Pratna Jaku 看一下 眼 无眼 所以我们讲 你很有慧眼 是这个来的 慧眼 我想找一找 就是看一下 Jaku 无眼 OK 我想找找 这个巴黎文 荙 慧眼 巴黎文 慧眼 佛教 哦 大jisdo Buru 有特别提 这个无眼 慧眼 南川佛教 这样的话 我看我比较具体一点 找佛光大词典 同学看一下 就是直接他翻译 看他同学什么慧眼 他讲了之诸法平等 信空之智慧 故乘慧眼 来同学留意 看看 了之诸法平等 信空之智慧 或者这边他讲 造见诸法真相 故能度众生之彼岸 一个是讲他造见诸法真相 一个讲了之诸法平等 同学 套进这一边慧眼的定义 你认同不认同 同学看一下 他主要是讲 我认同不认识吗 以后低头一号 陈亦兰一号 秀苑一号 美龄一号 玉花一号 全部一号 我讲不对 二号 不符合 你看同学 其实 你看同学这边的这种慧眼 为什么师父不认同 原因是这边的慧眼的definition 这是Vipassana来的 信空之慧 了之诸法平等 造见诸法真相 但同学你留意看 这边这些其实是属于一种讨论 conversation 你看 受邀评论 见解 所以他只是见解上给予一个高潮的见解 所以他说 你很有慧眼 但这个慧眼不是刚刚那个慧眼 你看到吗 这是个conversation来的 所以就这个缘故 不要以为全部是刚的 因为他是conversation缘故 所以不是 但如果他里面是Vipassana 我就认同 所以这一边 应该是有 我们讲 有我们一种赞叹 有时赞叹是夸大 我觉得是夸大的赞叹 不应该用慧眼的 了解吗 同学 我们要从他context里面来看 就知道match不match得到 来给我再看一下 他讲 可爱与贪欲 才是束缚他的结 看到吗 可爱或贪欲 才是贪欲 刚刚已经讲过了 所以他说 你不需要对抗 因此同学 就这个缘故我们修行 不是破坏外境 不需要破坏眼睛 六根不破坏 因为真正关键是在心 就是在脑 那如何解决呢 那目前我们的状态 同学暂时远离 眼睛不要看 耳朵不要听 这样子 不要去看 不要听 现在也是嘛 Facebook 不要乱乱留言 这些东西你去免掉它 免得造业 因此 那种unnecessary的 尽量不要去 制造 就是那个 造那个业 因此 不在眼跟 在耳朵 是在于哪里 不在六根 是在我们的大脑 所以大脑你不要让它升起的话 你暂时远离外境 过后你修学禅定 势头压草的时候 你面对外境 它不会有任何的烦恼 那如果有会的话 就更加不得了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在于心 就是在于大脑 修行关键在这个 目前不成的话 先远离 大概是这样了 那我们多数一般上 为什么你会远离 就是跟戒体有关呢 意思就是说 你对佛法认可 你有修行的目标 你有个明确修行目标 你的戒体就会产生 好 今天课我们到这里结束 提早点点结束